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伟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我们猜错了 第一 我们觉得这个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会输给江沙利斯 第二 就是想着美国应该不会干涉吧 因为之前炒过一次车 这个是猜错了 第三 今次连拉美的兄弟都不承认他 嗯 这也蛮严重的 其实几千名委内瑞拉人向总统府游行 抗议马杜罗宣称他竞选赢了 与此同时反对派领导人 亦都说他们掌握了大量竞选舞弊的证据 其实他有一件事是薛章 就是和外国政府分享这些讯息 其实难听说 你和外国政府关系的话 他就可以说你是不是勾结外国势力 是不是他帮你 反对派的候选人江沙利斯 其实也是接受记者访问时 就说我们的胜利是历史性的 在民主力量过去25年 从未获胜的地方 现在我们取得了胜利 委内瑞拉就是这个叫 国家选举委员会 就说马杜罗得到51.2%的选票 但是反对派就说 他们的选举监督员 已经从选票当中获得73%的 是点票结果 并且很快在网络上 他就说他赢了 江沙利斯说得了630万票 罗罗只有280万票 这个数字看起来就是 马杜罗输成300件万票 是不是 我就看到是这样 当然反对派的 另外一个领导人马查到 或者马查多了 之前就被禁选 但是他就动员了很多人 支持江沙利斯 他就说反对党的志愿 但是你有一样的涉章人 这些是你的志愿者 我们不是帮任何一方 就是看他有什么可以反击你 就是一 你和外国势力勾结了 为什么你把结果给外国人来 第二 你的志愿者是你 报第三方 马查多也说 外国政府 你记住 外国政府一直 仔细地检查这个平台 要说外国政府 其实这件事马杜罗就捉到口神了 你又说外国 我们是委内瑞拉人的这个选举 反对派公布结果 之后加拉加斯 就是他们的首都 民众 有些民众 全部是 欢恩 欢天起地 很多人也说 知道 知道 这样说 美国和欧盟 其实马杜罗这次最涉章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 拉美兄弟 这次就没有帮他 为什么 这次就会 起开 是不是太明显了 他们又看到什么呢 其实很多示威者 来自加拉加斯的贫民区 这个曾经是马杜罗发起 运动的大本营 亦都是有些中产出来抗争 走上街头 有BBQ这个车胎 还有 这个是垃圾桶 人们就说这个政府要跨台要跨台 一位 是36岁的抗争者 就叫做 路易士 他就说这个浪池不可阻挡 贫民区的人都已经 站出来抗争 令我们看看政府现在要怎么做我们不怕 最搞笑 这次有个人叫Elon Marks 他有支持这些贫民 这个好笑 马斯克他就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 又好像有点远 他就在他的社交平台X上面 发布了反马杜罗 示威者推倒是查韦斯丢杖的影片 马杜罗政权就将以故查韦斯奉为这个神 现在 马斯克 也都 将马杜罗比喻为骗子 更加说如果军方 支持委内瑞拉在人民的意愿 马杜罗就死定了 马杜罗就有反应 马斯克是我们的新死敌 亦都是回击 马斯克想用火箭入侵委内瑞拉 这个你说得夸了一点 就向马斯克发起挑战 Elon Marks 我不怕你的 马杜罗更加向军人和其他支持者就说 当然也有很多人出来支持 因为两边阵营都有 他们说令到我们将 坏蛋 赶出来 赶走它 扔到哪里都可以 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说 严重关切 已经宣布的竞选结果 但是 没有透露美国将采取什么回应 严重关切 对 对 因为之前怪异多 硬撑它也没用 布林肯亦都呼吁委内瑞拉 总统 计票要公正 透明 他亦都说 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 公平 透明地 计算每一张选票很重要 我们呼吁 选举委员会公布 详细的 是 选票统计 确保 透明和问责 还有 就是 何锦丽 亦都说 美国 与表达自己声音的委内瑞拉人站在一起 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 虽然面临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 为委内瑞拉人民 创造一个更加民主更泛民 更安全的未来 但它跟之前 就不同了 之前 就不同了 好像就 我觉得呢 之前是什么呢 就是 乖以多 捧一个人上来 捧一个人上来 他自己都 他自己都当是真的了 乖以多 是的 他当了是真的了 他已经当选了 谁知道 马杜罗搞下搞下搞上来 OK 是不是他觉得 自己都没有办法呢 西方对他现在都不文不文了 没错 当然欧盟亦说的都是说来说去 都是那句 就是要关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亦看回 是 委内瑞拉 那究竟会有之前的 那些 好像乖以多那样的军人支持他呢 嗯 你觉得呢 我都没有 我都比上次更加少 现在暂时还没看到 是 没错 但是呢 想不到拉美的几个兄弟 反而是最激烈的 而且 他对拉美的兄弟还是很激烈的 之前 都有人是撑马杜罗 拉美的兄弟 当然 现在 阿根廷 巴拿马 乌拉圭 等等 九国外长 亦都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 是允许所有候选人代表 复核选票 尊重大选结果 其他拉美的 古巴就不用说了 尼加拉瓜和红刀拉斯 就表示祝贺 中国是什么反应 中国是不会干涉别人的内政 你不用想 中国是不会 干涉别人的内政的 哈哈 我看回现在 很激烈的反应 因为 委内瑞拉刚刚宣布 走 你们走啊 其实之前 这个智利 和秘鲁都是支持他 结果他都赶走了 委内瑞拉外交部 刚刚宣布 是撤回住七国的外交人员 并请求 上述七国同样走 就是撤回住委内瑞拉的外交代表 现在我叫我的人走 现在我叫我的人走 那你也叫我的人走 即是 我现在叫我的人走 他就不用驱逐 就叫撤回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 非常强硬 因为我们说过 秘鲁和 智利是支持他的 尤其是智利都是左翼 阿根廷米罗 我当他瘋了 因为他全面撑美 高斯达尼加 这些拉美兄弟 还有多美尼加 乌拉圭 其实 其实之前跟他们都可以的 但是 都说是为了尊重这个结果 可能 是差距太大 所以他觉得 如果狗撑他 都可能会失去了明星 那么巴拿马的总统 穆利诺 他就说 将会召回 在巴拿马驻委内瑞拉的外交人员 并且暂停 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 都挺激烈的 他一直都说 他已经在巴拿马城 即他们首都 举行记者会 巴拿马和委内瑞拉两国的关系 也是严重受损 所以现在 就是暂停他们的关系 即暂时断交 不过 你知道委内瑞拉 政府对巴拿马航空公司 亦是单方面的关闭领空 嗯 这些飞机就麻烦了 麻烦了 另外 委内瑞拉国家 选举委员亦是 质证的大外国联盟候选人 现任总统 马道罗 就是当选 亦是其他就发了联合公报 好 亦都希望马道罗尊重选举 其实美国法 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他就 认为你是敌人 是吗 认为你是敌人 不过 这些拉美兄弟都出声 我想他的压力很大 你想想 这个智利的总统 博里奇其实跟他很关系 亦都支持他 马道罗政权应该明白 他们宣布的选举结果 令人难以信服 博里奇是一位左派的人士 当然之前他也有批评 但是 大家都左翼 其实他后来的批评声音少了某个程度上 是帮一帮他 帮一帮他 当然秘老之前也跟他关系好 拉美兄弟都说不行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我觉得他依然是坚挺下去的 坚挺下去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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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